大家好,欢迎收听网行编辑部的节目 今次又想和大家讲讲关于英国的话题 随着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在加沙地带所爆发的战争 当中在不少的西方国家对于声援巴勒斯坦这股浪潮 可谓席卷不同国家 当中尤其在英国更连续几个周末都有爆发大规模的抗议活动 在英国时间的11月3日时就有英国媒体的报导 当中引述了英国安全事务大臣Tom Taking Head 他要求伦敦警察厅和伦敦市长办公室 要特别在11月11日至12日这两天期间 要禁止任何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 当中他特别提到这两天是英国的阵亡仗士纪念日 大时将会举行不少的游行 所以他就希望在当日的伦敦禁止所有的 亲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 他还说有一件事是很担心的 就是当大家在勉怀、细緒的仗士这个时刻 对英国来说 尤其是在纪念碑周围的地方是一个神圣的地方 在这两天里面如果有出现任何抗议活动的话 实在是没办法你仍能接受的 事实上在每年的11月11日至12日 都是英国以至一众英联邦国家的纪念日 主要是纪念在一次世界大战和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期间 牺牲的军人以及平民的纪念日 而且在英国每年11月的第二个星期日 并为国伤星期日 是纪念英国和英联邦军事以及民职军人 以及妇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及之后所发生任何军事上的冲突 所作出贡献的纪念日子 我相信现在由于声援巴勒斯坦的声音 在一众西方国家来说也变得越来越刺烈 在这些这样的日子 当巴勒斯坦人遭受以色列的战火所屠杀 继而引发大量的国家出现这种声援巴勒斯坦的现象 其实是很正常的 但你看到的就是这众西方国家的政客、政要 他们对以色列如何屠杀巴勒斯坦人是完全没有任何感觉 他认为这些都只是第三世界的人 他们跑到英国进行过多轮的示威 都已经忍了很久了 其实英国有不少的 尤其是例子保守党的党员 又或者较为亲保守立场的人 他们对连续整个月都出现大大小小 声援巴勒斯坦的示威 已经可以说是忍了很久了 单只是这样 有时在街上也有一些 和穆斯林有关的宗教活动 在不少英国保守派的人眼中 经常会在网上发帖提问 现在这个英国根本已经不再是英国了 觉得他们被侵蚀出现文化大换血 现在 今天就列明英国安全事务大臣 真是可谓隐无可忍 所以就写信给伦敦警察局 以及伦敦市市长 以及伦敦市议会 敦促他们 要考虑用什么方式 来阻止 在当日会出现有可能的示威活动 只不过伦敦警局也表示在11月11日 已经估计当日会出现很多不同团体的大大小小的示威活动 还要阻止这些示威活动对警局来说就无能为力 过有一件事 伦敦警察厅厅长Mark Rowley承诺会确保 在当日发生任何的示威活动 都不会干扰到在当日的纪念活动 在昨天的时候 伦敦议会更向伦敦警察厅厅长追问一个问题 问他你能否确保这些示威者能有计划举办他们的游行 而且能够将纪念活动和示威活动相互驱革呢? 利名厅长Mark Rowley 说 当日的真望将士纪念日将会是一次重大的警务活动 警察是必定会确保当日的纪念活动不会受到任何威胁 其实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爆发战争以来 英国各地已经爆发了不少的亲巴勒斯坦的抗议示威活动 估计人数单是伦敦就已经有多达10万人 他们每天都表达对巴勒斯坦的支持 更多次要求以色列要停止对加沙地大的凶杂 以及大大小小不同批评以色列的标语 甚至乎曾经也有示威者去到首相府 以及英国议会大厦外面的广场来进行示威活动 我们每天都听到不少的消息 而这些消息都是颇为令人感到心寒的 就是有关以色列如何去屠杀巴勒斯坦人 死的最多就是小朋友和妇孺 这种屠杀行为一众西方国家的政要 除了表达他们对以色列的支持之外 竟然可以说得上是无视巴勒斯坦人基本的生存权利 在联合国上已经有不少高官多次批评以色列那种非人道的做法 加上现今的社会社交媒体非常流行 就算当地被撤断水电之外 都仍然有人可以有办法将当地发生的事情分享到社交媒体 很多好血腥的画面一一都被人分享到出来 从中我们看到有不少的死的都是那些妇孺 你说哈马斯是不是全部都是小孩呢? 我相信没有小孩加入哈马斯的 但到今时今日以色列仍仍仍以一个受害者的姿态 在国际上声称自己是被害一样 甚至乎有不少极端的以色列犹太民族分子 更是指骂一些支持巴勒斯坦的人 要知道巴勒斯坦人是一个民族 现在是不分青红造白地屠杀巴勒斯坦人 无论如何都说不过去 你以色列自己懂得谴责哈马斯 濫杀无辜 但你自己又做回同样的事 而且那个力度是比哈马斯带好几百倍的 因而就出现在不少的西方国家 陆陆续续有不少的声援巴勒斯坦的示威 这个也是非常正常的 所以我们看到西方国家的民情转变得颇快的 从一开始各个西方国家大致上都团结一次支持以色列 现在都开始鬼口风了 甚至乎英国首相辛伟成 从一开始支持以色列 之后也都以政府的名义 向巴勒斯坦人捐了二千万英镑过去作为人道支援 如今在英国已经有多个亲巴勒斯坦的团体 计划就会在11月11日的停战日里走上街头 是约在一起的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对加沙的袭击 以及这些示威者也承诺会尽量避开一些重要的纪念场所 而根据其中一间叫巴勒斯坦团结运动的组织也表示 他们将会在11月11日举行一次英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全国性游行 而这个团体负责人Benjamin也说 当然我们会呼吁所有游行人士尽量避开一些敏感的地方 既然有负责人说得出我当然希望他们做得到 但是很难保证得到如果万一出现什么激烈又不愉快的场面的话 那会不会爆发一些冲突出来呢? 又或者有一些亲以色列的分子又出来作出类似的游行 向巴勒斯坦团底进行对抗的话 在这样的情况下英国的警察又够不够警力可以制止得到呢? 另外另一个团体名叫阿克萨之友 这个团体估计他们将会有十几万人在当日会出席示威活动 但同样也已经承诺不会去纪念碑附近的位置 因为他们也说明白到当日对英国来说是敏感的日子 现在有多个团体其实都已经承诺了 我相信你明英国安全事务大臣应该可以放心了吧 不过很多时候就算主办单位大家都答应了不会出事 不会去一些敏感的地方都好 但你很难保证得到一些个别人士会不会爆发冲突 不过伦敦的警察厅也说会用尽他们的一切权力来阻止任何有关巴勒斯坦抗议活动对当日的纪念活动任何的骚扰 所以你说要禁制这些亲巴勒斯坦的组织其实是没什么可能的 另一名英国内务大臣Sulia就说 这些亲巴勒斯坦的集会全部都是仇恨游行 我认为他说话是非常过分的 大家有眼见巴勒斯坦人怎样被以色列军队炸死 一众非常多无辜的人被杀害 但是这些政客一点良知都没有的 他们还说这些亲巴勒斯坦的组织大量都是不良行为者 而且他们以一种极其火争的方式来行事 我想问究竟这名内政大臣Sulia是否想火上加油 不过这名内政大臣一向的取态都是极保守 甚至乎海马德上是极端的 在上个月保守党党内大会还更加发表过演讲 他声称移民台风即将来临 什么叫移民台风就越来越多 外来的移民去到英国 搞到当地的人口分布出现可大的转变 他作为印裔的后裔 竟然有这么大英国主义的看法 真是可以说得上实在难得 所以他当日说出这样的说话也招来不少批评 好了关于英国的话题我就说到这为止 下节再和大家分享其他话题